我佛无门 为人自造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一句到44 刚强不仁 恒意自用 是这样的大我 感应篇全文明 无非是劝善主 劝善的文字少 指握的文字懂 它的用意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正如佛在《地藏经》上所说的 严福提众生 齐心动念 无无不是罪 卫法民门里面为我们显示 善法只有十一个 卧法有二十六 由此可知 行子所谓 性物 我不是没有道理 那么这个性是习性 不是本性 本性 善物都说不上 所以孔父子说的性 跟孟子 荀子讲的性不一样 孔子讲本性 所以说性相近 一切似本性跟本性都很接近 而在佛法里面说的 本性是一不是二 那个意思更深 习相远 孟子 荀子讲的性是习性 习性 这逐渐逐渐 远离了本性 这个相远 远离了本性 佛法里面讲的 迷失了本性 习性 迷失了本性 这个迷就不晓得回头 迷而不反 不知道回头 不回头就愈迷愈深 你看从佛法界 这个释法界 释法界从佛法界 到菩萨 研究深吻 到六道 一直到三土 越迷越深 真的是 一世不如一世 这是实实在在的现象 一世不如一世 所以劳累 祝佛菩萨 在六道 释法界里面 教化众生 根性 根性力的 与佛菩萨有缘的 听到劝告 容易居物 肯回头 这个就是所谓得度 缘分前的 遇不到佛菩萨 那就没法子 遇到佛菩萨 听佛菩萨的教会 不能够深信 不能够奉行 虽然依旧造业 堕落 但是阿雷耶里面 总算中了善根 只是善根不如 烦恼习气强大 这个善根 敌不过烦恼习气 还是要长期轮转 我们这一生 遇到佛法 很幸运 能够信受奉献 要知道 那是无量界来 生生世世 文法 累积的善根 这一生起作用 起作用就得度 祝佛菩萨慈悲 所谓佛师们中 不识一人 昨天 李会章告诉我 前年天 有一位老居士 这个老居士六十多岁 常常在我们念佛堂念佛 他也有病 病也很重 告诉李居士 他要往生 请李居士提的办后事 李居士说 我二十六号要到中国去 那你要往生一定在这个之前 我才能替你办事 你要是在这个时间之后 我就绑不上忙了 他是好 他讲的是昨天 他讲的昨天的日期 昨天是二十号 昨天二十号 他说下午五点钟 往生 是前几天给他说的 昨天下午五点钟 一分一秒都不差 他就走了 李居士答应 他在办后事 后事办好像 二十五号才办圆满 二十六号才到中国去 这个事情不值一次了 过去也遇到好几次 不单遇之时之 可以提前走 也可以延后走 佛法里面讲的 生死自在 他可以提前 可以延后想哪一天走 就哪一天走 这就是生死自在 念佛堂 念佛的老太太 诸位要知道 这叫根属的众生 他真真成就 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了 所以我也常说 道常殊胜 念佛堂殊胜 殊胜不在人多 真正往生的多少人 这个叫殊胜 我们看西方确实 就有明妙型菩萨 他们的一帮人 在块共修 只有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都往生 你说这多殊胜 殊胜出来 从这个地方看 人都是热闹 那是什么殊胜 那么念佛何也能往生 这些道理 方法 境界 我们现在已经相当清楚了 如理如法的修学 真是古达德所说的 万修万人去 都是四世真相 凡是修行不能去的 是你对这个世界 有所留意 也就是所谓是放不下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障碍 我们每天在读诵大臣 一定要了解 这个世间是虚幻的 不是真实 凡所有相 皆是虚幻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无论什么事情 都不能当真 只有念佛往生 这一桩事情是真实的 下定决心 这个人就是无量手了 就是无量光了 昨天往生的这位老居士 他没有往生之前 在念佛堂念佛绕佛的时候 就是无量光受 往生是活着往生 不是死着往生 这个佛法叫当生成就的佛法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个臭皮狼不要了 丢掉了 换一个身体 幻的身体 跟阿弥陀佛一样 经常给我们讲 自摸真经色神 像豪光明跟佛完全相同 西方世界 平等世界 这个才是真的 除这个之外 全是假的 假的 放在心上干什么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要了解这些四十真相 断卧修身 是学佛的根本 是往生 必须具备的条件 我们在讲习当中 也特别强调 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上善之人 必须具备上善的条件 上善 我说过 心善 意善 行善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节目 没有丝毫的不意 我们只被这种条件 念佛才能往生 那么由此可知 许许多多念佛人 一生念佛 最后不能往生 这样大多数 往年我在台中 李宾老常给我讲 一万个念佛人 真真往生的 念三人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现在这个原因 我们想到了 念佛念佛 念佛念得好 也非常勇猛精进 持戒经也 依旧不能往生 这个原因是什么 心善 意善 行善 没有达到 标准 神经里面 还有贪爱 逆境里头 还有成会 这个不能往生 这个不能往生 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什么时候握腻 什么时候握腻 尤其要清楚 握断经了 就是这 所以 所以此地 将握抱 讲得多 分量 多过善抱 一倍都不止 几乎 我们从分量上去看 讲善抱 只有讲到 这个分量只有四分之一 讲握抱 有四分之三 第一句 这是总说 沟河 飞翼而动 背离而行 这个注解里头 说得很清楚 他说 自此 至死亦即止 祥淫 为我 招获 致死 二句 总是 提刚 这个两句 是总纲 柱子里头说得好 动 动者 蒙于心 行者 进于死 动 就是齐心 动 这是卧心 这是卧意 背离而行 是卧心 跟三善 完全相反 非 非意而动 非意而动 意 是意力 这一个字 这一个字里面 前身的标准 很多 大臣的标准 这个意义力 就是信德 凡是 不或于信德 的念头 这个就是义我 我 心我 信德的标准高 菩萨的标准 我们一谈经 做比喻来说 慧门大使家 本来无一无 只要有一无 就错了 所以禅宗 念佛一身 束口 束三天 都束不干净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啊 心里头本来无一无 怎么拉来的佛呢 你看看 连念佛 都是过失啊 心里动个念头 动佛了 都错了了 何款其实 那么我们再问 心里头 什么都没有了 阴阳也不响了 对不对呢 不对 还是错误 什么错误呢 你落在无明里头 你要真的 什么都不响了 你将来到哪里去 生到无想天去 无想天是外道天的 所以说 齐心动念 错了 不齐心不动念 也错了 到底怎么办 祖师大德常常 到这个关节 就不说话了 你自己去掺吧 佛法的修学 无论是大臣小臣 记住一个总纲灵 总原则 定会等修 有定没有灵 就多无明 有灵没有定 就多妄想 无明妄想 两边都不住 这是定会等修 也叫复会双修 样样明了 是会 如如不动是定 如如不动的时候 样样明了的时候 样样明了的时候 如如不动之时 真功夫 无论是顺境逆境 善缘 卧缘 对他总没有妨碍 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大经常讲 积极心心 心心积极 急就是如如不动 心就是清清楚楚 所以那个生活 是生活在定会之中 跟凡夫完全不一样 这个境界高 我们促学 决定 达不到 达不到呢 那这个义的标准 我们就往下降 降到最低的标准 我常常劝大家 随胜佛陀教会 这个就是义 是我们现前的程度 我们义无量手机 义感应片 感应片可以依靠的 虽然不是佛经 印足提倡 他里面所说的 诸我莫做众善奉行 会边所注解的 里头就有自尽其义 那跟诸佛如来所说的 没有两样 这是我们应当要依靠 成就我们 善心善意 善心 所以齐心动念 常常想到 我这个念头 我这个思想 佛永不允许我 如果佛在经上 不允许我这样想 不允许我起这个念 这个念头赶快就要放下 佛在经上 时刻我们起这个念头 劝勉我们起这个念头 我们这个念头一定要起 尽忠法门 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 只有待业往生 我们才能做到 待业往生 所以佛叫我们 支持明昊 所以禅 真的 我们连边都摸不到 那个境界太高了 我们是从游到空 人家是从空到游 我们今天从这个方法 是从游到空 佛叫我们念佛 佛叫我们义佛 义就是想佛 我们天天想佛 想佛的向好 想佛的光明 想佛的存心 想佛的行仪 想佛的行仪 想多了啊 我们游游就跟佛相似 我们游游就跟佛相似 这是大窝 我们平常讲 这是过时 太上感应片这个地方 讲是大窝 这两句是大窝的根源 非翼而动 背离而行 这两句话 听起来还挺温和的 这被我们的意思 太深太深 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题 这两句是在讲 还有重要的意思 我们明天再接着说 这一句话 我想要再接着说 我们